周五是农历二月初二 也就是土地工的生日 民俗专家指出 一年就一度的转运补财库机会 就看这一波了 而山领福德庙表示 说这段时间也欢迎信众大德 有时间就能够来到山领福德庙 逛逛元宝山 把猜忌带回家 大家在农历年前有吃过尾牙 既然有尾牙 那么有没有头牙呢 当然有就是在农历二月初二 也就是国历三月四号 而这一天又被称为龙抬头 想要引乾隆忘事业 选这一天准没错 农历二月二是福德镇神圣诞 也是土地工生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我们民间习俗来讲 是土财库跟转运最好的时机点 那在我们山领福德庙 每年都会有举办补财库的大型活动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把它沿至3月26号跟3月27号 让我们信众大德可以有时间来参与 那其实在山领福德庙呢 如果说要补财库 那带财气都不是问题 因为山领福德庙有个美丽的元宝山 可以让我们信众大德逛逛元宝山 然后就把财气带回家 春节过后土地工的生日便是最佳的求财日 俗语说头牙没做尾牙空 讲的就是做生意求财者 若没有做头牙 土地神便不会特别庇佑 在农历春节之后 农历二月初二 山领福德庙 依照往力都会涌入大批的信众大德 就是希望能够求得一整年的好运 俗话说头牙不做尾牙空 尾牙无作年年空 由此可见头牙的重要性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